最近小橘子属实有点郁闷 钱有8元买800钻石的bug 后面前几天又有点券可以抽好几辆客金A车的bug 然后这还没完 现在小橘子都要被白 现在小橘子A车都要被白嫖 也就是我现在开的这辆小橘子车 昨晚是迎来了它的返场 按照往常一样 没什么问题的话是可以增加一点流水的 但是不知道这个系统是搞了什么飞机 上线寄送免费抽奖次数 这可让熬夜冠军们彻底沸腾 虽然bug仅仅持续了十几分钟左右 系统就紧急下架了星座祈愿 但是依旧有一大帮人白嫖的小橘子A车 虽然我也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这个好事 但小橘子A车首发的时候 我就已经永久到手 所以昨晚凌晨的时候 我也是只能躺在床上看着大家对着小橘子使劲堂 给大家看一下一位粉丝给我发来的免费小橘子获取过程 可以看到这位粉丝的星座祈愿 右边的星座是没完全点亮的 但是它的转盘抽奖次数却可以抽完所有奖励 所以网上流传的那句玩飞车一定要学会熬夜是非常有真理的 小橘子这辆A车是一年前发布的 虽然性能不强但也不算用 综合来讲免费送给谁谁会不高兴的是吧 不过我觉得现在说免费送的话还是太早了 因为这次的bug处理方案还没出来 我觉得是不能完全参考8元买800赚 或者说点队抽客戚A的事件了 因为这次涉及到的问题还是挺多的 所以呢一切得等到他们出了公告之后再做定论了 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